欢迎来到今晚的新闻节目 我们很高兴向您更新当天的重要事件 特别是我们想谈谈引起全球电影爱好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热议的事件 热点新闻事关于电影与谷瑶引发了热烈争论 受到了艺术电影爱好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 这部电影以其令人惊叹的全球细节掌控能力引起了特别关注 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在电影爱好者群体中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用户正在呼吁知名明星肖战回答与电影与谷瑶相关的问题 这在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粉丝们非常好奇并期待他对电影以及个人感受的真诚回应 我们将继续关注此事,并向您提供有关肖战和粉丝群体反映的最新消息 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今天其他重要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玉谷瑶这部暑期暴剧的热度收官后依然不减 引发了全球细节控剧迷之间的激烈争论 特别是肖战在剧中饰演的石影和女主朱颜的原房情节 以及石影是否回来的大结局,成为了焦点问题 首先,对于肖战饰演的石影是否和朱颜原房的问题 有人认为剧中并未明确交代 只是留给了观众自行幻想的空间,因此并不重要 他们认为这样的情节处理更有利于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 让每位观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感受和解读角色之间的感情线 另一方面,有些观众坚信石影和朱颜确实发生了原房 他们指出剧中暗示相当明显,并且举出了多个细节来例证这一观点 例如,在一些镜头中,两位主角之间的情感交流 亲密动作和眼神交流都被认为是暗示他们之间有更深层次的关系 这些细节让他们坚信石影和朱颜确实发生了关系 这也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和复杂性 不仅如此,关于石影是否回来的大结局也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争议 有人认为石影最终回归,与朱颜团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符合剧情的主线发展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石影最终选择了离开 这样的结局更加符合他的性格和成长经历 虽然各方观点各执己见,但这种讨论和争论也体现了《玉骨摇》这部剧的吸引力和魅力 细节控门的深度解读和分析让观众更加投入到剧情之中 同时也反映出该剧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面对观众的热情呼唤,肖战或许可以在一些公开场合回应网友们的疑问 给予一些解惑,让更多人对剧情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管结局如何,这样的探讨和讨论都将为《玉骨摇》增添更多的话题和热度 使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关于大结局石影是否回来,观点也是两极分化 一些人认为石影成功回归现实世界,但也有人辩称那只是朱颜的幻想 石影其实离开了 双方各自找出对话和剧情的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但始终无法说服对方 这样的争议也反映了《玉骨摇》作为一部优秀剧集的魅力所在 剧中的细节设计和台词设置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 让人们在剧外寻找更多乐趣 这也是娱乐作品成功的标志之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过度争论细节是否真实可能忽略了作品的整体意图 《玉骨摇》作为一部虚构的剧集 重要的是情节和角色的塑造 而非片段细节的论证 相信导演和编剧在设计故事时 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细节的暧昧性 让观众可以自由去思考和感受 《玉骨摇》这部剧集可谓是暑期的真正爆款 不仅收官已久 而且观众对于剧中的细节 玩耿和讨论乐此不疲 从演员的服装穿戴到头发凌乱的程度 从中国的礼仪标准到天气的表现 从实影消失的方式到他归来的方式 甚至女主最后的服饰和男主归来的时间 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了引发争议的焦点 在剧迷们纷纷加入讨论阵营 各自立正分析结论的同时 不禁让人联想到福尔摩斯探案的乐趣 海外观众也纷纷参与其中 对剧中的细节争论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为搞笑的是 针对原防细节 竟然发起了投票活动 可见观众的热情之高 然而 随着讨论的深入 大家逐渐发现谁也说服不了谁 双方的论据各自有理有据 而肖战作为饰演石影的演员 也被观众期待着出来解答疑惑 不过有人却调侃到 石影肯定知道答案的 但你确定肖战知道吗 这种幽默的吐槽也体现了粉丝们对剧集的热爱 除了这两个引发争论的细节 剧中的其他细节也成为剧迷们的玩梗素材 观众们对剧集的热情丝毫未减 即便已经完结 依然津津乐道 网友总结说 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部剧太过出色 让观众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 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这样的乐趣正是一部优秀剧集应该给观众带来的 玉谷摇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 它就像陈年老九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魅力日益增长 有两个引发争议的细节引起了观众们的好奇心 大家都期待着肖战能够亲自解答这些疑惑 它的回应将成为观众们期盼已久的痛快答案 这些细节的讨论使得玉谷摇这部剧集更显神秘 更具吸引力 无论是影片中的服装、头发、礼仪、还是天气的表现 都成为让观众深入探讨的话题 观众们乐此不疲地研究这些细节 这也证明了玉谷摇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它的魅力不仅仅停留在剧情上 更在于这些细节中 让我们一同期待肖战的解答 继续享受这部剧带来的精彩与乐趣吧 玉谷摇的深远影响 必将让它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并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对剧情的理解还是对细节的探讨 这部剧都让人回味无穷 值得一再观赏 最后 于谷摇确实是一部特别的艺术作品 引发了粉丝们的不断辩论和讨论 影片在全球范围内精准把控细节的能力 引发了观众们的好奇心 激发了探索精神 在社交媒体上 网民们呼吁知名明星肖战回应 与谷摇的问题 成为这场热潮中的重要亮点 关于这部电影对于它的提问 吸引了数百万粉丝的关注 然而 这场争论也展现了艺术和言论自由的力量 每一个意见和反应都值得 被尊重和仔细考虑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接触和讨论 电影与谷摇促进了对艺术和电影的多样性 和丰富性认知 通过这样的方式 粉丝和公众可以在这个充满色彩的艺术世界中融洽 分享和共鸣 我们中心感谢您今天在新闻节目中的陪伴 请继续支持我们 共同探索未来即将发生的有趣和值得关注的事件 再见 并期待与您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众